您好 欢迎收看十点不一样 AT3的教练机传出失事 而高雄的空军官校 23岁的少卫飞官徐大军 不幸罹难 树丛边不停冒出烟来 走近一看更凄惨 西瓜田里飞机残骸四处散落 冒烟起火 树丛的那一头也有残骸在燃烧 飞官当场殉职 第一时间赶到的民众忍不住惊叹 最近意外是发生在一早八点多 高雄空军官校少卫飞官徐大军 驾驶AT3教练机 上午八点零三分从钢山基地起飞 执行训练任务 三分钟后莫名在大钢山光点消失 就在填错一路77号附近轰然巨响 监视器录下了飞机撞地的瞬间声响 尽管消防局出动13车34人赶往抢救 单飞官已不幸殉职 23岁的徐大军就在平常训练的场地里 第二次单飞 先由教官戴飞一次做了三个起落 确定状况正常后才单飞 为何会不幸丧生呢 空军初步排除天后鸟机 以及飞机故障的可能性 安全起舰下令全面停飞AT3教练机 同袍列队经理 送少卫飞官最后一程 场面令人鼻酸 TVBS新闻综合报道 飞官徐大军坠机殉职 身穿紫色上衣的妈妈 看起来有些失神 由旁人搀扶着回到事故现场 走在最前面的是爸爸跟妹妹 散下的一家人 折得住艳阳 却挡不住对徐大军的思念 宝贝儿子这灿烂的笑容 只能往事回忆 官校打他一起的学长说 徐大军个性傻傻的 但是人很不错 共事过很多次 有想法肯做事也好相处 翻开毕业纪念册 照片上的徐大军人缘好 班岛一度以为 他要回来找老师们聊聊天 结果却是恶好一场 而在班岛的印象中 徐大军不只是大家的开心果 更是个有想法的孩子 但会踏上军职 老师也很意外 徐大军新店的老家外头 还插着国旗 象征军人爱国 年仅23岁的他 念完清坦国校 文山国中 毕业后一个人南漂 就读中正玉校 接着进到空军官校正期班 追逐飞行梦 训练途中罹难 老家邻居们很错愕 才刚要开始在蓝天中翱翔 却成为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梦 而训职的飞官徐大军 今年23岁 是第二次执行单飞任务 军方说当时还没冲场 才第一次重飞就逝世了 事实上要能够到单飞 前面还要经过穷穷关卡 首先经过T34螺旋机 约95小时飞行 接下来他们会分配战斗组 或是空运组 依旧志愿老师建议 还有关键的就是体能 就是这种离心机考验 断身间内飞行员要能对抗之力 通过了下一步练AT3 但一开始还是要有人半飞 12到18小时飞行后考试 考试官会直接坐在后头 通过才能单飞 第一次会有伴随机在旁 但像是徐大军是第二次 所以在空中 一切就是靠自己 加入航线在外山边 我们讲的外山边 就是跟机场跑到平行的 比较外侧的航线 准备要加入机场 冲场的时候 他就失联 事实上当时状况 徐大军也还没冲场 都还没做第一次触地重飞 就实行 那基本组他已经完训了 他已经有一些 基本的飞行的素养跟条件 然后再飞换装为战斗机 那喷射战斗机AT3 他速度就更快 更快的操作的反应 跟应变要更快了 城市资深飞官也坦言 单飞对新手来说 风险确实比较高 从螺旋机到AT3 从官校到实际上阵 即便重重关卡一一突破 但永远不知道 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 观众朋友继续关注到的是 由于这一次 确诊数从昨天开始 又出现了回升的趋势 另外从明天开始 落地裁剪改为拓役裁剪 80656位本土的病例 比之前一天 礼拜天的时候的数目 来得多一些 才一天回降到6万多例 隔天又再回升 31号增加了80656例 本土相较于30号 全台数字都增加 除了新北依旧破万 再来往南走 台中高雄也是超过一万例 而且增加幅度比较明显 而台北桃园维持六七千例 剩余较多的县市集中在南部 包含台南彰化屏东 也难怪指挥官说 南部疫情还要观察 快篩阳性 那有医师判断 为阳性的 为确诊的比例 到昨天有六成多 那开药的比例 也渐渐的速度越来越快 我相信这都是对我们控制 疫情是一个正面的因素 快篩阳市同确诊 占了六成 而医疗量能 原本南区30号 降到三成以下 量能拉起警报 不过经过一天调整 至少回升到30.4 达到三成目标 但因为疫情还在烧 再加上重症患者 有其他医疗需求 宣布放宽解割条件 距离发病日或者是阳性日 已经达15天以上的话呢 如果是这个在做一些 相关的一些病毒的 检验跟培养的话 大概是小于5%的比例 是还可以培养得出这个病毒 原本重重症解割条件 需要验出一次阴性 或是CT值大于30以上 但条件太过严格 修订为采检日达到15天 CT值鉴于27到30 院方评估后就能解割 不只本土松绑境外也有所调整 14个多月的落地裁剪正式退场 针对2500个航班 14.9万人裁剪 验出6200人阳性 成功拦截95%的境外移入 眼看境外的阳性率下降 6月1号开始 全面改为拓役裁剪 毕竟国内盛行率跟入境阳性率 已经差不多 结一天数也要缩短 就等指挥中心点头拍板 第一本新闻连至就算 SNG小组台北报道 今天新增190例的中重症的个案 集中中症是108例 重症82例 另外有90例的死亡个案 中重症和死亡双双下降 中重症部分新增一例儿童重症个案 一岁男童5月18号出现发烧咳嗽症状 医院评估可以居家照顾 隔天咳嗽和呼吸时有杂音 有笑吼症状 20号因为血氧浓度低收治入院 在家户病房治疗 住院8天后康复出院 我们这两例的个案呢 年龄分别是小一岁跟一岁 都是属于这个耗发 笑吼的这个年龄层 一般来讲是6个月到3岁中间 总计国内12岁以下 儿童重症脑炎还是最多 有14例 其次是肺炎 败血症 两名笑吼个案都已经康复出院 另外有一例脑肿瘤 一例家中死亡个案 而周二新增90例死亡中 年纪都在40岁以上 特别60岁以上占比超过9成5 高龄族群80岁以上 有52位 4人没有慢性病史 包括40多岁男性 没有接种疫苗 因为肺炎 并呼吸衰竭病逝 另外三位分别是 90 70 60年龄层 也都没有打疫苗 呼吁民众 尽速接种增加保护力 国内疫情严不严重 指挥官陈日中颁出数据 每10万人发生率 台湾46.2 跟临近的韩国 日本香港 纽西兰 新加坡相较 指数日本 其他国家都破百 每百万人死亡率 台湾目前最低 0.2 香港最高 罗医军也补充 三天内死亡占比 百分之三十八 七天以上是百分之三十四 快速死的占比 跟之前相较有下降 专家曾批评的 投药太慢 状况似乎有改善 民众投诉 家人因病住院 但是接连两位陪病者 入院前筛检都是阴性 却在院内 接连确诊了 疫情间 如果你没有确诊 但有住院的需求 通常病患及陪病家属 都需要先做PCR的检测 但只有陪病家属发生 裁减阴性入院 但明明没有出院所 却感疫确诊 这位高龄患者 及第一位陪病家属 以急诊方式入院 之后转到一般病房 两人在住院期间 还做了两次检测 直到5月27号 整层医护及病患 要做例行性核酸 没想到不久后 却被通知 陪病者CT值29 确诊了 只是他活动空间 只有在病房及医院餐厅 一周时间都没事 做了这件事之后 就染疫 这位陪病家属 因为确诊 不得不回家隔离 换了第二位来照顾 奇怪的是入院时过关 但因为病患 接触确诊者 两人都需要隔离 同样开着空调 几天后又因为有症状 竟然快晒阳 不得不又被请回家 医院工会透露 确实因为病床数增加 不得不安排确诊者 跟一般病房同楼层 但接着两人 都在院内感染 才提出疑问 只是院方暂时没有回应 而有医师就指出 潜在原因其实很多 还是会有一些 他可能是潜在的病患 可以自由进出 历史上有这个空调 引擎感染的经验 不过那都是一种 所谓系统性的 不会说是只有 单一患者的一个现象 确切的染疫原因 真的很难查到根源 只能说民众进到医院 谁也不知道身边的人 是不是有风险 只能注意再注意 TVB的书人张敏如 林立台报导 再来关注俄武战争 乌军顽强抵抗 但是俄军成功的 把战线往前推进 逐渐逼近了 被盾内刺客的市中心 当地的基础建设 已经被摧毁 有六成受损的民宅 也无法重建 英国天空新闻记者 挺进乌东前线 直击乌军发射多管火箭 但这款多管火箭 其实已经是六十年的旧武器 射程也只有二十公里 不足以压制俄罗斯 这就是俄罗斯人 有很多的 这就是俄罗斯人 想要更多的 他们说 会在战争上全的差异 我们现在要移动快速 国不其然 俄军随即展开反击 乌克兰指控俄罗斯 多次在顿巴斯地区 使用禁止的真空弹 北斗内刺客 岌岌可危 已上演城市巷战 他们是 在地上海的战略 直接执行这些城市 CN记者直击临近 北斗内刺客的 利息长刺客 战火逐渐加温 采访到一半还碰上 俄军无人机盘旋 得赶紧避难 报道称 许多居民在战火下苦撑三个月 最后还是无奈撤离 当地一处曾拿来当防空洞的电影院 现在也被俄军炸成废墟 这座小镇留下的居民 大多无力撤离 他们担心会被抛弃 乌尔双方人护有攻防 乌克兰成功炸毁 俄军的步兵战车 避免俄军实施口袋战术 至于在南部的尼古拉耶夫 乌军也没有闲着加强反击 当地一株小村 至今人被俄军狂轰滥炸 不止房屋被毁 还有车辆被炸到 面目全非 而50公里外的赫尔松 情况更惨 居民想撤都撤不了 但这次战火 也让外界看到乌克兰人的坚强 4月时曾遭空袭的 西部利维夫汽车维修厂 已经着手重建 将重新运作 而另一名曾在马里乌布尔开寿司店的老板 撤离后也没有灰心丧志 打算在利维夫东山再起 这名老板 2014年就经历过乌冬战火 今年情况更惨 却越错越勇 透过亲友的财务援助 他的新餐厅很快就能开幕 TVL新闻综合报道 俄罗斯对于乌冬地区势在必行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甚至喊出 要解放顿巴斯成为他们的首要目标 而俄军现在他们的攻势收拢 集中火力猛攻北顿内刺客市 这使得土地失守似乎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北顿内刺客市区内 亲俄叛军从容行走 四处检查 展示给俄国媒体看 指控周遭建筑的破坏 都是乌克兰军队轰炸的结果 还捡到疑似乌军抛下的西方军援武器 亲俄士兵捡起乌克兰国旗收起来 这个举动几乎宣告乌克兰在卢干斯克地区 所掌握的最后一个城市据点 恐怕已经失守 俄国媒体也持续报道 乌克兰军队轰炸盾内刺客地区 造成大量民众伤亡 另外被俄军占领的梅利托波尔 俄罗斯指派的州长办公室外 有汽车炸弹爆炸造成两人受伤 附近遭到波及的民众则表示 经历过军事轰炸 这种爆炸感觉只是小Kiss 只求当局能修好它被炸坏的玻璃窗 来访的二军还亲切问候民众所养的猫咪 有没有被爆炸声吓坏了 亲俄当局指控 乌克兰政府进行恐怖攻击 但流亡的乌克兰梅利托波尔市长则反击 俄军现在禁止民众自由进出城市 等于是绑架百姓 把大家当成人职 俄军持续从东部跟南部蚕食乌克兰的领土 还在哈尔科夫地区重新修建遭到乌军炸毁的桥梁 显然是要从东北部重新发动攻势 尽管军队进展缓慢 美化宣传可不能手软 俄国国防部公布两架苏凯25攻击战斗机起飞出任务的画面 战机急速划过蓝天 还能见到驾驶舱视角 战机发射俗称火焰弹的热诱弹七敌 进行高难度飞行动作的画面 然后锁定敌人发射飞弹 简直就像在上演俄国版捍卫战事 跟当红的好莱坞大片争夺焦点 俄国总统普清开会前也开心跟官员分享 自家军队在乌克兰轰炸敌军的画面 不过俄军实际情况恐怕没有官方媒体展现的那样美好 普清刚刚签署法案 取消俄国征兵的年龄上限 让西方媒体开栓 表示乌克兰战场上恐怕会出现俄国爷爷兵 俄国当局则表示 重点是要招募更多经验老道的专家 来操作高准度武器 还有医务工程跟通讯专业人员 俄国还宣称又成功试射告石几英素飞弹 持续大秀武力肌肉 这方面美国远远落后 美国媒体报导 美国很快会军援乌克兰多管火箭系统 射程能够打到俄国境内 但拜登直接否认 明确表示虽然愿意给乌克兰足够的战斗力 但也不愿意踩红线 引发两大强权正面冲突 TVB的新闻与世音综合报导 英国警方现在要打击俄罗斯的寡头 有媒体就独家揭露过程 更多分析交给作恒 欧武开战至今 现在很多西方国家也对俄罗斯的部分 像是政治人物啊 或者是寡头商人实施制裁 那么呢现在就有一个英国警察的 所谓K分队 他们有成立要追查 这些寡头商人以及他们幕后的帮手 其实K分队在2018年英国前俄罗斯 间谍爱毒杀案的时候呢 就已经有成立了 那么团队任务是针对腐败的精英人士 现在根据他们的宣称 是说被英国政府制裁的个人 已经有超过千人了 当然这其中就包含了 今年二月份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的 这些俄罗斯寡头商人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和英国有直接的往来 但是这些人呢 他们只要在英国有资产的话 那都会被冻结 而他们也指出说 其实这些俄罗斯寡头幕后的帮手 还包含了一些专业人士 像是私人银行家啊 房地产经纪人 专业门卫以及会计师律师 所以呢他们的全国打击犯罪署的情报总监就说 他们在调查这些腐败精英的帮手 背后是用一些非常规的方式 来掩盖大量的资金进行转移 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呢 比方说像是拍卖高价值的资产 来进行资金的移动 而欧盟第六轮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 新进度也正式公开了 欧盟的领袖达成了共识 决定要对俄罗斯进口 欧洲三分之二的石油实施禁运 要切断俄防战争机器的资金来源 比利时欧盟总部外大批民众高举乌克兰旗帜 示威呼吁各国领导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 就怕俄罗斯还能靠着麦能源筹措战争资金 幸好欧盟一度卡关的制裁俄罗斯石油方案总赚达成共识 不过这项禁令是妥协版本 先前对石油禁令反弹最大的就是匈牙利 毕竟俄罗斯可是全球第二大原油出口国 出口额高达740亿美元 统计显示俄罗斯原油出口主要销往中国 其次是荷兰德国波兰和意大利 等于制裁通过后至少中国外的四大购买国将不再出现于图表 还有立陶宛老早规划减少对俄国的能源依赖 现在也成为欧洲第一个完全中断俄罗斯能源的国家 至于荷兰因为拒绝用卢布支付天然气成为俄罗斯最新一波断气保护的对象 而丹麦也因为拒绝用卢布付款可能是下个受害者 但该国能源部长似乎不担心 因为两国间没有直接的天然气管斗 不过在欧盟加码制裁的同时 不是成员国的塞尔维亚反其道而行 又和俄罗斯签订三年合约以便宜价格购买天然气 而欧盟也将把俄罗斯最大银行联邦除税银行 提出Sweep系统并禁止另外三间俄罗斯国营电视台 继麦当劳星巴克和Nike后 Netflix宣布全面退出俄罗斯 全球对俄国的制裁影响力将慢慢浮现 TVN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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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